另外聯絡中山高速公路五篤交流道和七篤篤南街 明德三路以及西北市汐止區的五篤貨櫃專用道 即將從六月二十八號到九月三十後 三個月的時間整修 施工期間將封閉道路 請用路人注意 市政府公務處表示 五篤貨櫃專用道將從現有薄油路面改成剛性路面 從六月二十八號開始封閉施工 到九月三十號為止 工期長達三個月 施工期間只開放前往台鐵五篤貨櫃廠的車輛通行 剛才這個封閉施工 那僅提供前往貨廠的一個車輛通行 那這整個交回計劃已經通過 那現在正在做宣導 那我們整個施工的一個方式 大概是就在因為五篤貨廠前面的那一塊貨櫃專用道 就是我們原來的AC路面 那因為貨車的一個碾壓 那所以常常造成路面損壞 那我們跟台鐵這邊延商 就是要把那一段改成剛性路面 就是用RC的部分 那能夠減少這個整個路面的一個破損 那施工大概才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施做這個貨櫃場入口的北段 那南端施工呢 南向的車輛呢會從這個貨櫃場 由明德山路那邊進貨櫃場 那施工期間是20天 那養護區需要28天 那第二階段的話就是施做整個 南端 入口以南的一個路段喔 那台鐵的一個貨車 貨廠的一個車輛呢 是比較從五股 五股交流到這邊進租喔 那施工期是30天了 那路面養護也是要28天喔 公務處這段時間非常辛苦 很多路段啊 都在做道路整修啊 重鋪等等的工作 又敢配的是公務處啊 我們這個養護工程科呢 非常不錯 他都會事先啊 公告之外還會簡訊來通知 隨時有天氣的變化 馬上會再改變通知 非常好喔 由於五股貨櫃專用道 連結中山高速公路 五股交流道和七股股南街 明德山路以及新北市汐止區 因此施工期間 施政府呼籲其他車輛駕駛人 改走千祥橋 以及篤南一字一號道路 作為替代道路 記者吳俊松